而回过头来来看看 诺富特饭店2月就被检局混住了 但竟然公文流程跑了两个半月 也让疫情是一发不可收拾 陈时中说跑公文比不上病毒的速度 这句话让各界大骂 就连指挥中心难道是发公文的小弟吗 这种官导作风应该要被枪毙 现在就连网友都跟开嘲讽了 我阿嬷跑得比你指挥中心还要快 早在2月份诺富特就被检局有混住 指挥中心却好像没听见没看见 直到两个多月后疫情爆出破口 既然说公文没病毒跑得快 流程还在走 陈时中平常去讲不要再嬉皮笑脸 根本就应该被枪毙 网友气得大骂都要打仗了 你还在跑公文吗 网友算我阿嬷来跑都赢了 陈时中整文灿两个打混账的关 万万没想到出包了 人命关天你还继续提皮球 你是送公文转发的小弟吗 本土传染的可能的重大漏洞 你们都一点都不当回事 非常官僚 这种东西难道不能够 直接打电话吗 诺富特案郑文灿责任权 推给中央单 台北市却连检疫名单都拿不到 话说得超酸 郑文灿黄太子 会不会很羡慕可问 那个郑文灿 我们没那么好命啊 你知道你没那么好命 如果说今天是你 台北市的防御旅馆出这么大的包 你说中央全部推给中央 柯市长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早就完了 郑文灰病毒跑得快 当大官狂说瞎话 就怕蔡政府的自满 轻乎早已酿成更大破口 记者零星线徐国号 SNG小组台北报道 零星线徐国号